戴隐形眼镜在大海里游泳 竟导致女子意外双眼失明 根据英国都市日报的报道指出 伦敦一位名叫做 Miyako Aiko Murray的19岁女学生 在马尔他度假后 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和学校 而造成这样的原因 竟只是因为眼睛感染 当Miyako还在马尔他度假游泳时 右眼的隐形眼镜突然脱落 而他的右眼立刻变红 一个礼拜后 在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时 他突然感到剧烈头痛 双眼不断分泌出眼泪来 在几个月后 已经开始工作三天的Miyako 又再度感觉头痛 而这次更严重的是 他的双眼也感到剧烈疼痛 后来在就医时 没想到医生竟然忽略他的症状 在没有特别做一些检查的状况下 就请他回家 在花了好几个月到不同医院检查后 Miyako被诊断出急状阿米巴角膜炎 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严重疾病 而且事实上 戴隐形眼镜游泳 洗澡 或是接触到污染水源 以及存放或是使用引线镜的方式 都有可能会伤害你的双眼 这些细菌会感染角膜 一旦被感染一定要尽快就医 否则可能造成永久失明 因为这样的情况 Miyako去年12月被迫离职 去接受治疗并支付昂贵的医疗费 Miyako必须要每小时第一次演药水 他个人对此回应说 感觉好像是把漂白水滴入自己的双眼 到了今年3月时情况变得更糟了 他因曝露于激发性的细菌感染 导致他的角膜受到严重伤害 Miyako醒来时只看到眼前的光 他试着将灯打开 但什么效果都没有 觉得事情不对劲的他立刻打给妈妈 据报指出 Miyako双眼失明 以后不能再看到任何事物了 而且在获得捐赠的角膜之前 他必须每天忍受痛苦的治疗 后来Miyako开创了一个募资网页 在购放名上面来协助他支付医疗费 而在三天之内 他就获得了5000英镑的赞助 这是相当于19万3000元新台币